就在乌东四周加入俄罗斯一天之后 顿涅茨克的战略重镇红利曼就被乌军攻破 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再遭挫折 也让整个俄罗斯未知震惊 而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更是痛批西部军团总司令 也就是这次红利曼阻击战的负责人 在150公里之外遥控指挥是军人支持 应该立即撤职 今天饱受压力的俄罗斯军方披露了更多细节 据俄罗斯军方称 在红利曼周边 并不是都俄罗斯自己的部队在战斗 还有卢干斯克 以及顿涅斯克的民兵武装联军三股力量 然而当民兵武装在乌克兰数倍兵力 以及火力密集猛攻的时候 由于沟通存在障碍 俄罗斯的正规部队 却没有能为之提供有效的火力援助 以及军事援助 也致使前线的民兵组织怨声载道 并最终兵败红利曼 俄罗斯军方也有无奈 就是和这些民兵组织不能形成有效的沟通 甚至连通化系统都打不进去 所以说看似俄罗斯有一定兵力在红利曼 但是却是各自为战 这就使得俄罗斯的战斗力打了个大折扣 即便是在火力的掩护之下 仍然没有能够守得住 红利曼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随着红利曼的失守 当前乌克兰几路大军 正在卢干斯克的另一军事重镇 利西昌斯克发起猛攻 如果利西昌斯克失守之后 北顿涅茨克也风雨飘摇了 需要指出的是 在红利曼作战的西部集团军 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嫡系部队 也就是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 承包了俄罗斯所有失败的队伍 随着这一次的红利曼失利 据小道消息称 刚刚上任17天的拉平上将已经被解职 而这已经是西部集的军区第四次换帅了 短短一个多月 西部集团军总指挥却四次换帅 但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 把俄罗斯军队的脸都给丢尽了 这个之前声名远扬的所谓俄罗斯禁卫军 却成了俄罗斯的丢脸大军 成了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 打得最狼狈的一支队伍 由此可见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即使有雄心万丈 但是奈何无人可用 受到红利曼大捷的鼓舞 当前正在顿巴斯区域集结的20万乌军 再加上西方援军援助的军事武器 源源不断运往前线 乌克兰军队士气高涨 拿下红利曼之后 不但乘胜追击 夺回马里乌波尔的呼声高涨 而如果俄罗斯苦打了两个多月的马里乌波尔 再被人家乌克兰给夺走的话 那么俄罗斯这场战争打了七个多月 就等于打了个继目 同时在南部城市赫尔松 乌克兰军队也开始集结发起进攻 并且占领了赫尔松的几个村庄 如果乌克兰真的杀疯了又有足够的武器 再动员个几十万人马 战场之上 这场战争究竟打成什么样还真的不好说 而乌克兰的战略目的已经异常明确 南北两路加急 南路冒死猛攻赫尔松 北路继续在卢干斯克和顿涅斯克挺进 有人说这乌克兰一共才二十多万正规军 在俄罗斯的七个多月的打击之下 已经死伤过半 现在军队怎么越打越多了 当前在顿巴斯前线作战的 除了乌克兰士兵之外 很多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雇佣兵 说雇佣兵好听点 其实是很多西方北约国家已经派出部队 实际参加了 也就是说在顿巴斯其实是北约的士兵 北约的装备 北约的情报在和俄罗斯打仗 这个时候 如果俄罗斯还是用特别行动来回应的话 不吃败仗才怪呢 随着俄罗斯增兵三十万 将会使顿巴斯局势逐渐好转 俄罗斯当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在顿巴斯打出几个畅快淋漓的歼灭战 甚至可以一举将抢占红利曼的乌军包饺子 打出俄罗斯军人的威风 重新找回俄罗斯战斗民族的自信 因为当前的局势已经不容俄罗斯 有任何闪失了 我们看到到卡德罗夫在批评西部集团军的同时 希望俄罗斯能在乌克兰出重手 甚至能使用战略核武器 卡德罗夫也真是的 你觉得核武器那么好用的 要知道核武器可是如今俄罗斯最后保命的杀手锏了 对一个无核国家突然使用核武器 即使俄罗斯取得胜利 那就等于是彻底地将俄罗斯闭上绝路了 如果说哈尔科夫大姐 是乌克兰军队打了俄罗斯一个措手不及 以数倍兵力夺回哈尔科夫的话 那么俄罗斯在红利曼的失败 是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攻防战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表面看俄罗斯这样做事减少伤亡不争一成的得失 但是在俄罗斯已经下达红利曼绝不允许有失 并且大举增兵的大背景之下 最终红利曼却被乌克兰再一次包了饺子 不得不仓皇撤离 虽然俄罗斯将乌东四周收入囊中 但我之前不止一次的说过 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了七个多月 除了一次马里乌波尔大劫之外 就再也没有一次兵团大规模作战大劫和胜利 都是利用猛烈的空中优势艰难拿下的阵地 而刚刚丢失的红利曼 更是俄罗斯军队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付出巨大代价才逗下来的阵地 如今却被没有防空能力的乌军再度给夺了回来 并且还是俄罗斯进行战争动员 宣布增兵30万之时 这对俄罗斯来说不得不说是一次奇耻大辱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是在美国和北约大举参战 大量战斗机 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打击之下 这场战争俄罗斯最终会打成什么样 简直是不敢想象 而红利曼战争的势力 将俄罗斯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缺点 进一步放大 同时也是对普京的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 同时更让整个世界都在追问 如今的俄罗斯军队战力究竟怎么样 除了核武器之外 如今的俄罗斯还能否和西方进行抗衡 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俄罗斯的军队如今战斗力 意志力都在大幅减弱 这次俄罗斯发布命令 对于逃兵以及消极投降者 将会被判处8到15年有期徒刑 这一点也能看出端倪 因为一些俄罗斯士兵一遇到情况 没有拼死一搏 而是直接选择投降保命 让曾经的战斗民族这个称号蒙羞 这对俄罗斯来说简直就是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 我们看到在普京发布征兵动员令之后 在许多俄罗斯人踊跃参军的同时 也有很多是连夜出逃来躲避入伍 甚至就连俄罗斯的敌对国格鲁吉亚边境 都排满了逃亡的俄罗斯人 就连俄罗斯副议长都在愤怒抨击 这些逃亡到格鲁吉亚的俄罗斯人就是俄罗斯的叛徒 但是这种现象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今的俄罗斯已是暗潮汹涌 经过几十年的美俄博弈 随着美国对俄罗斯的渗透 有些俄罗斯人也被西方国家所洗脑 在自己的国家最需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 却选择了逃亡躲避 而在这场乌克兰战争当中 实力占据绝对优势 尤其是占领制空权优势的情况下 俄罗斯仗打的却是如此艰难 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尽管乌克兰的背后站着美国和北约 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援 但是在制空权被自己牢牢掌控的情况下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之上 用常规武器并没有打的乌克兰落花流水 反而是上演了哈尔科夫大撤退 而如今俄军在红利曼战争的失利 再次表明俄罗斯大兵团作战方面 真的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一把好牌却打得如此难堪 从这一点上说 俄罗斯军方难辞其咎 这次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谁支持反对一目了然 这么说吧 反对俄罗斯和反对我们的都是同一波人 而斯基今天已经对外放话拒绝和俄罗斯谈判 除非俄罗斯总统不是普京的情况下 看到了吧 战争刚有起色 斯基就又开始逮色了 虽然在现代战争之下 一成一驰得失不足以决定整场战争的进展 但是俄军在红利曼阵地的再次失利 却足以给俄罗斯军队敲响警钟 考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到了